Focus要焦点转到美国 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 最关键的议题就是蜂拥而入的边境移民 拜登距离选举投票越来越近 那么宣布祭出的边境管制越来越严格 那么祭出行政令 如果每末边境每天平均入境人数超过2500人 边境全关 那么在美东时间5号午夜上路 现在每天边境都会逮捕4000人 也就是说美国南部的边境 形同即刻关闭 拜登这个移民政策立刻转变强硬 就遭到两党围剿 革新派的民主党人认为 拜登是向川普的强硬路线靠拢 而共和党批评拜登是等到现在才做 根本就无心解决边境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对美国南部边境 宣布他上台以来最戏剧性的一步 祭出严格移民跨境新规 试图在11月总统大选前 拆除这颗政治炸弹 拜登寄出的行政命令规定 当每天拘捕移民人数平均达2500人 就会关闭边境 禁止非法跨境移民取得庇护 他们将会立刻被送回墨西哥或母国 不过没有人陪伴的孩童 人口走私受害者 和有严重紧急医疗需求的人例外 新规美东时间5号5夜12点01分上路 现在美墨边境每天约4000人入境 已超过新令门槛 换句话说 美国南部边境即刻关闭 拜登严格的边境政策 其实类似前总统川普的强硬路线 川普在2018年试图执行庇护禁令 但遭法院驳回 当年领军的民权团体表示 这次也计划把拜登政府告上法院 拜登移民政策立场转变 也引发两党不满 不止共和党 自家民主党人也有意见 不过也有民主党议员 包括边境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 现身白宫力挺 共和党议员们则火力全开 痛批拜登政府做得太少太迟 现在宣布新规 根本是为了选举 边境慈善收容团体则表示 其实美墨边境移民人数 近来已大幅减少 从去年12月近25万人 到今年5月降到约12万人 不过拜登强调 走行政命令 是因为川派议员 阻挡边境安全法案 且他对移民的看法 和川普截然不同 根据路透社5月中民调 川普在移民政策 领先拜登17个百分点 盖洛普民调则显示 尽管物价持续走高 今年2月到4月 移民仍超越经济 是选民心目中 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 直到5月 川普刑事审判 再加上非法跨境人数下降 关注度才稍减 拜登心令 是否足以改变选民心意 还是未知数 不过另一项要事 川普被定罪呢 再过40天 川普就要在这里 威斯康星州 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 双方卯足权力 要用选民关切的议题催票 体育新闻众和报道